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一題 下一題是 麥斯發現台灣很多的店家或攤位 都會使用塑膠袋裝水掛著 來趕走蒼蠅 請問為什麼掛水袋可以趕走蒼蠅呢 A 蒼蠅怕水 B 光澤色影響 C 水波紋影響 算了 我來想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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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的答案 你有你的答案 你說在上面就是掛那個塑膠袋 然後這樣子翻來翻去 我以為是跟風有關係的 但是後來我現在是考得到的 就是這個 因為蒼蠅的眼鏡很多嘛 說不定他們看那些顏色 一直飄來飄去 他們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想要混打 所以他們都是不敢去這種地方 我的答案就是 恭喜 答對 好囉 恭喜喔 那我們一起來看 愛台灣的下一題是 海底溫泉在全世界都相當稀有 環島走透透的蔡博文 想要在台灣泡海底溫泉 請問她可以去哪裡咧 A 澎湖 B 綠島 C 馬祖 請搶答 搶 搶 對 對 對 你們一直叫我搶 你又給我答 來 來 幹什麼 不要互動 看他們 我們這個 因為就是台灣的溫泉真的很有名啊 當然啊 那我就 那你說我去哪裡拍過溫泉 你 海底溫泉喔 海底溫泉喔 對 你剛剛到底有沒有在錄影 好 馬祖 馬祖 C 你有去過馬祖嗎 我有去過 而且去錄一個外景節目 那你去那裡有泡過海底溫泉是不是 沒有 那你到底這一段 咔嚓的在幹什麼 你可以看他公布 趕快公布他到底答對了 他的答案講一輪這樣 他剛剛講那個答案 我看到後面的隊友 全部都對他投出鄙視的眼神 蛤 沒有 他在講什麼 隊友都在答他見 是 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 我剛剛忘記了 C啦 你答說C馬祖 我的答案就是 C 馬祖 恭喜 答錯 喂 喂 喂 隊長我們有機會 隊長加油 隊長加油 沒有 這個也是哪 因為其實 對你來說 澎湖啊 其實是唯一個我就是比較不熟的 我去過綠島蠻多次 然後以我的記憶力 我記得在綠島 他們那邊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溫泉的一個地方 也是蠻有名的啊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是沒有去 但是我就是影響深刻 騎摩托車 然後就是有經過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就是綠島 所以我的答案是 B 綠島 恭喜 你們有 你們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 你們也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啊 那你們可以講啊 你們哪一個 B 綠島 你不是跟我一起去綠島了嗎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是有經過那邊 你記得我們在看星星的 沒有 那旁邊就是一個 一個溫泉的那個 那時候我喝醉啊 你還去過 太嚇了你 好的 馬丁的答案就是 B 綠島 恭喜 答對 全球擁有海底溫泉的地方不多 其中綠島的是朝日溫泉 這個是跟義大利和日本九州的海底溫泉 並稱世界三大海底溫泉 而且你還去過耶 對啊 而且我們這裡面還有人是從九州來的 哇 耶 好的 目前戰績就是3比1 恭喜馬丁隊獲勝 耶 耶 來來來 嘶嘶嘶嘶嘶 回座位 喔 這一瓶 快打了 鬆 鬆 鬆 妳要相信妳自己 這邊剛剛下愛啊 還好他們也就是 OK啦 對 很保守 很保守 目前的這個籌碼呢 杜力隊剩下三萬三千塊 是 馬丁呢補了一下血 現在有六萬九千塊錢 喔 這下一個很用 對杜力隊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來看提醒是什麼呢 世界旅遊 贏了 贏了 贏了吧 贏了吧 贏了 贏了 來 這邊派逸琳出來 來來來來 這邊一定all in了啦 當然 他那麼厲害 就是壓他了嘛 當然 我百分之百的自信 你不壓他 你會壓蔡博文嗎 你會壓孟多嗎 你會壓杜力嗎 不可能 對 all in就是對了 all in是唯一條回家的路 來 馬丁這邊呢 加油喔 全部人都覺得你最聰明喔 好的 這個很丟臉喔 我覺得他下降 有必要保守成這樣嗎 沒有 這個不是保守 這個是 不一定 我們準備好要換人的籌碼 對 因為他可能要換人 要付一些資金 因為他現在籌碼多 他可以保守得完 可見你們對肯納多 都沒有信心 是的 我也沒信心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 你不要這樣那一隻叫吧 我覺得這一大題精彩了 很有自信 我們輸定了 到底有什麼更精彩的題目呢 這一大題 五搶三 好的 請出題 搶下去 麥斯每次出國都為了 該不該給小費 小費怎麼給而煩惱 因為每個國家城市 都有不同的小費文化 請問他在泰國用餐給小費的時候 做了什麼事會讓服務生生氣呢 A 小於餐費的10% B 小費都給銅板 好 已經 B而已 你就已經搶答了 所以你就只有兩個選項可以選擇 這個是哪個國家 泰國 OK 因為我本來會是想要說10% 因為在南非是一定要給10% 給10%以下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泰國 我覺得會是銅板 因為他們有很多小的銅板 南非的貨幣比較大 銅板也OK 但是泰國跟台幣一樣 如果給你一堆一塊五塊 應該是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 可是還有一個答案C C耶 但我覺得 你還有機會 對啊 還有一個C耶 對啊 但你搶答 我們就不會把C唸出來 我好緊張喔 我手是C的 好 那我決定 相信你自己 我的答案是 B 小費都給銅板嗎 恭喜 恭喜 心臟附和不了 答對 對 原機正好 下一題請出題 老愛們總是在節目上說 不懂台灣人為什麼旅行都要寄明信片 請問明信片的起源是哪一個國家 搶得快喔 A 德國 B 奧地利 C 英國 喂 動作好快 這次我有等到C啦 你的答案是 其實這個我真的是猜的 我擺不出來了 但我覺得是B 恭喜 真的跟B很有緣 答對 運氣太大了吧 對啊 我手都濕的不好意思 對 真的 喔 不好意思 1865年呢 在奧地利的一個郵局呢 有一位呢 德國畫家想要寄一幅畫 那卻找不到適合的信封 那櫃檯人員呢 靈機一動 就叫畫家呢 把這個姓名呢 地址就寫在畫的背後 郵票再貼到正面 就可以把它寄出去了 欸 就這樣 危險囉 剛才你 妳可能要搶快一點 我決定要 妳可以站近一點 妳可以搶快一點 妳真的要搶快一點 接下來 加油 因為他們已經答對兩題了 真的 如果再一題的話就贏囉 好的 下一題 請出題 西班牙是歐洲節慶 最精采最熱烈的國家 每個大小城鎮都有自己的特色節慶 請問肯那計畫在八月底去西班牙 可以參加哪一個節慶 A 狂歡節 B 奔牛節 C 哇 幹什麼 幹什麼 對不起 可不可以不要破壞我們的道具 我太緊張了 跟西班牙有關 你看那一隊有兩位跟西班牙有關的 對不對 蘿莉塔是有去留學嘛 對 阿麥斯有家人在西班牙嘛 可是出來的卻是肯那 肯那會不會答對呢 所以是狂歡節還是奔牛節 妳可以猜西 沒有西的當然 但是妳可以猜 如果妳覺得這兩個不是 妳可以猜西 我決定因為夏天是番茄季 所以C應該是番茄節 如果是番茄節我是對的 所以是C 番茄節嗎 恭喜 有嗎 有這個 到底有沒有 至關重要的一題就是這一題了 如果答對就是全拿 我麥克風要換 恭喜你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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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漂亮 對 番茄節呢 就是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 這一次肯那出征 我人生第一次在這裡贏 恭喜 恭喜 來結算 好的 這個有什麼好 我們先好再不行 我跟你講 這一道贏最多你知道是誰嗎 誰 就是我們兩個 因為他們又沒有贏 真的 而且這邊說他全是我們的了 對啊 他們那邊只有下少少 所以其他都是 我們現在好後悔 其他都是我們兩個誰 因為沒有人 因為這個我們是 可能很有自信 哪有 他只下五千塊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對他很有自信 我們就是給他自信 然後五千 如果 如果他打錯 我們就要換人 我們就換人 然後再打錯再換人 然後再換人 可是 可是 因為我們下 我們拍你拍出來 就是對你有自信 因為五千贏 你看我們還是最後贏了 沒關係不重要 因為我們的水錢也很多 太好了 那目前現在肚力就是沒錢了 好 馬丁是七萬四千元 恭喜 再次恭喜馬丁 好的 大家看節目也可以長知識了 再次感謝兩隊的參與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喔 拜拜